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调音师 今天说一下 YAMAHA MG系列调音台的使用 讲解的时候会尽量的 详细讲解每种功能在演出调音的用法 所以你也可以把本系列的教程 看作是模拟调音台的使用教学 因为MG系列的型号有多个 而且使用的方法大同小异 所以我在里面挑了个最典型的型号 MG06X 得吧吧 MG16XU来讲解 买了其他型号台子 例如MG12XU MG12 MG16 MG20XU等等 甚至是别的品牌型号调音台的同学 都可以看这个教程 功能和操作都是大同小异的 我们先从调音台的输入通道开始讲起 MG系列调音台的输入通道分两种 一种是单身道输入通道 另一种是立体生输入通道 先说单身道输入通道 通道一到八都是功能一样的 单身道输入通道 为了方便讲解 下面都是以通道一做例子 先看它的输入接口 是一个复合型的输入接口 也就是把话筒输入接口 MINE IN 和线路输入接口 LINE IN 都整一起的输入接口 如果使用有线话筒 或者DI盒这样的设备 一定要用两头都是卡龙的 大桶线连接到 低阻抗低电瓶的 MINE IN 话筒输入接口 这样子 阻抗和电瓶才匹配的 但假如你把有线话筒 用6.35的头 对到LINE IN 接口 你会发现话筒声音不好听 而且音量也非常小 这就是阻抗和电瓶 不匹配造成的 而一些线路输出设备 例如 DVDG BJ粉音台 无线话筒主机 我们都要接到 LINE IN 线路输入接口 这样子阻抗和电瓶才匹配的 这也一定要注意的 当然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为了避免被40BUFF 供电烧坏设备 例如 无线话筒主机 老炮的音响老都会先把 话筒主机的输出改为 LINE OUT LINE LEVEL 线路输出 然后用卡龙母对大二三星 或者大二三星对大三星 这样的线材连接到 调音台的LINE IN 线路输入接口 避免开了40BUFF 换上的供电 把无线话筒主机给供电了 因为MG系列 调音台都是 一开40BUFF就传加供电的货 40BUFF的开关在这里 只要按下去 包括立体上输入通道的 卡龙输入接口 所有这些卡龙输入接口 都会被供上40BUFF电压的 也就是说 这些卡龙输入接口 都会带电的 不需要供电的设备 一定不能供电 不然会有烧坏设备的风险 例如 你的无线话筒主机 所以为了避免被供电 音响老会用大三星的接头 把无线话筒主机 接到LINEIN接口 避免被供电 台子上所有的6.35输入接口 都不会有电的 所以这样子连接是安全的 而且单身到输入通道的 LINEIN6.35输入接口 是平衡和非平衡都可以怼的 所以用的是 卡龙母对大三星 或者大三星对大三星 这样的平衡线材来连接 避免非平衡线材 带来额外的电噪音 除了无线话筒主机 还有你的电脑 如果你用电脑放音乐 而且还是用这样的 3.5对卡龙公的线材 那也同样会有 被48伏烧电脑 烧声音卡的危险 所以建议用 3.5对大二星的线材 怼到LINEIN接口 避免被48伏烧设备 当然有条件的同学 用电脑放音乐 最好先接个 被动式DI核 或者隔离器 再接到MINEIN或者LINEIN 避免因为电视差 带来电噪音或者损坏设备 关于电视差和DI核 可以看回我以前做的这些视频 而且DI核 隔离器 楼者卖哦 某宝所愤怒的条件是 8年老店那个就是了 粉丝还有优惠哦 当然电脑放音乐 一般是怼进 立体声输入通道的 不过立体声输入通道 后面在细讲 先按下布表 收回48伏幻象供电 当我们使用一些 需要供电的设备 例如有线的电容话筒 主动式的DI核 都要打开48伏供电后 才能正常使用的 所以48伏供电 是要经常开的 所以一定要提前规划好 要怼哪些接口 避免被48伏供电烧设备 而且你要把设备 怼进卡龙接口前 一定要检查一下 48伏有没有打开 当48伏供电被打开后 这个小红灯灯会亮起来的 要习惯看一眼 还要注意 我们要打开48伏前 最好把主输出 编主输出 辅助输出都先给亚音 推子也先拉到底 因为48伏供电开启的时候 可能会有电容 那会让你心爱的音响发出 碰的一声悦耳巨响 多听几次后 又可以买新的音响了 所以要提前 亚音和拉掉推子 当然有条件的话 最好还是先关掉工范 再开48伏 还有开了48伏后 是不能热拔叉的 例如你给电源话筒 供着电的时候 是不能直接拔叉话筒的 是会损坏设备的 要先关了48伏再拔叉 这些都是写在 说明书上的规范操作来的 当然 你们大死都不会看说明书的 买到台子第一步就是 非常疑似感的 先把说明书丢进垃圾桶 48伏是很多菜鸟影响老 都会掉进去的坑来的 只有被烧过设备的老鸟 才会真正明白48伏 有多坑爹 所以我才花那么大的蝙蝠来说明 避免大家掉进坑里面 好了 说完48伏 再回到LINE 线路输入接口 刚刚说了 它是用来怼线路输出设备的 但音小脑可能还会用它 来直接怼电子乐器的 例如电吉他 布吉他 电背吸 实际上是不行的 因为主抗不匹配 虽然LINE接口 是高主抗高电瓶的输入接口 但对于电子乐器来说 这个高主抗还是不够高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 吉他直接怼进LINE音 吉他声音会失真会烂掉 这是典型主抗不匹配的恶果 吉他手吃了一整年泡面 买的美豪分达 怼到你家调音台之后 直接变成山东路分 同时你的心都有了 所以电子乐器接入到调音台前 要先接DI盒 把高电瓶转低电瓶 高主抗转低主抗 再接到MINE话筒输入接口 这样子乐器的声音才正常的 还能把非平衡的乐器信号 转成平衡信号 可以远距离传输这些乐器信号 而且不会带来新的电噪音 但作为一个高傲的音响佬 你可能会想 对的 你觉得不关你的屁股是 但你的甲方听到 铁锅炒田螺一样的吉他声 他不会认为这是 因为乐手没带DI盒的问题 他只会觉得这个吉他声 听起来很垃圾 你这音响也很垃圾 吉他手和音响佬都很垃圾 你两莫容凤厨凑一起 才能整出这么垃圾的声音 所以音响佬做演出 背几个DI盒 还是非常必要的 吉他佬最好自己也背一个 免得被坑 DI盒 刚好楼主卖我 某宝搜索愤怒的提案师 八年老店那个就是了 还有关于麦音和Line音 主抗匹配和电瓶匹配 平衡非平衡的详细讲解 可以看回我以前做的这个视频 好了 第一集就说到这里吧 后面再说说其他的功能 最后大家一定要记住 正品的亚马哈提案台 和各种录音直播设备 楼主的卖我 买设备找愤怒的提案师 某宝搜索愤怒的提案师 对就是这两家 楼主的京东店也已经开了哦 京东请照声乐器专营店 已经为你准备了 性价比最高最专业的录音直播设备 谢谢支持